由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翔所指导的电视纪录片《活摘》 5月底才刚刚货班美国广播电视界的最高荣誉皮博迪奖 周二晚间的黄金时段又在加拿大的最大电视台CBC的纪录片频道来播出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再次引发加拿大人的关注 纪录片《活摘》6月16号晚上8点 登陆加拿大国营广播公司CBC的纪录片频道 引起加拿大观众的震撼和共鸣 影片记录了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·乔高 用几年时间调查并证实中共政府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影片记录了多项证据 还包括曾经持枪看护活摘现场的警卫 和接受了非法器官的病人 导演李云翔说 火摘登陆CBC纪录片频道 电视台表示对收视情况非常满意 并将安排近期多次重播这部获奖纪录片 近八个月来 火摘一篇已经囊括了八项国际大奖 其中包括美国广播电视的最高荣誉 皮薄底奖 放松 北京 我们确实上 那么 感谢观看